來自習,各位委員,各位媒體朋友,工作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想我們在教義裡面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 這個歐童少年是我們未來的子聯翁,我們要只要把我們這個少年歐童能夠導致一個正軌 來使他有發揮他的一種這個本來的他的一種這個國畫面的一個才能 這是我們的應該有的一種這個教義的本質 所以在這種情況來講的話,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的這個所謂這種這個體華跟管教 我個人是一直認為說體華跟管教,活力的管教是不一樣的 假如說我們都是希望說我們都連一個什麼都不能講 我們都用愛來做一個口頭禪,所以我們都要愛去教育 當然是非常好啦 但是假如說導致我們這些很多的兒童 沒有辦法在一個正常的場所在家庭 在這種這個學校啊,來發揮來學習啊 我想這個中歲生啊,會發揮 會產生很大 會有很大的這種中歲生的這個產生啊 這樣的一個情形啊 我認為說啊,對這個整個國家都是不幸的 甚至我們都了解到我們昨天啊 我們在我們教育委員會通過這個在家的在家庭教育的這種情形啊 就希望說我們在每一個場合裡面啊 他不願意到這個學校去 或是他有透視的原因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在家庭的這個教育啊 來使他能夠有一個學習的環境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說啊 我們在這個法律的規範裡面啊 比如說我們的這種這個少年事件處理法 在這個第三條 以及二十六條裡面的規定齁 那我們可以看到 呃 大法官啊在最近啊 對這種這個 肉宿團體啊 對這種保障啊 發揮他的這種功能 尤其對於我們有一些的 少年啊 或是兒童啊 他不願意到這種這個學校去 有逃家啦 或者有這個逃水的情形啊 假如說依照我們這種這個規範的話 第三條的規範 那麼他當然違反這個刑法的規定啊 我們應該給他一種這個啊 這一個一個 法律上的一個詞字 但是啊 有一些逃誰逃家的 正如我剛才所講的 他可能不要到學校去啊 可能我在家庭要受教育啊 那我們他沒有任何的這個犯罪行為啊 根據我們少年事件處理法裡面啊 二十六條 這四十二條的規定啊 他確實啊 可以把他關到 最高的半年的這種這個情形啊 這個就是造成他以後的一個 心理偏差的這種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啊 根據我們大法官的 六百六十四號的解釋啊 認為他是違反的比利嚴阻 啊也是 剝奪了這種這個 活動的這個人身自由啊 我們應該啊 要給他做一個 無效的 啊這是一種違反憲法 是一個無效的 在一個月內啊 要喪失他的這種這個 啊這個規範 但是我們曉得啊 這個情形我們希望說喔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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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不上 人口 人口 怎麼會 不下 人口 有 人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